新核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新核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致力于医学美容保养品的开发 还有制造 区隔市场就是 第一就是先否年龄层 适合35岁以上的熟灵 女性适用 然后第二就是 她们在皮肤上需要改善 所以呢我们的品质是否 这些问题肌肤的医美保养品 然后第三我们是想说 能够从台湾的市场 扩充到世界各地 然后首选是大陆市场 销路最好的就是这一支 玫瑰保湿路 那这个杯接受度非常高 我们的医师也在术后的时候 当作一个术后的保养品 然后我们还开发了一个 结合智慧的一个电子瓶盖式的检测仪 可以就是在插保养品的同时 她又做好皮肤的检测导入或脉冲 目前我们是跟一致科技合作 还有就是马街护校合作 所以我们有完整的测试报告 然后也有这个检测 也有获得公盟西医的认证 事实上我这次去中国大陆也谢谢工业局 为什么 因为她让我这个机会 我就有机会走出去 我就可以发表我的产品 然后告诉她说 我们现在智慧制造是 未来一定是连结的一个趋势 因为你东西就是要让人家便利性 让人家有用性 之前我们买那些什么检测仪啊 或是一些那个买回家 因为它是独立 我就是用一两次就搁在那里 数字高格 非常浪费 而且很贵 那我们现在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每天就是要用保养品 这已经是日常的 如果它因为有这些功能性 它一定会去用 让每个消费者可以愿意 为了自身的一个容貌健康 他愿意花这个钱 有鉴于现在我们气候的变迁 还有就是空气污染 然后对于这个失诊的耗发率 不光是台湾 大陆也是非常多 所以呢因为如此我就是开发了一个 所谓儿童乳液 那它是有机成分 那也得到欧盟的ECOS的认证 那这个主要的效能在于就是 我们皮肤在失诊的时候非常的烧痒 然后也会甚至会有一些伤口 或是出血的状况 所以在抹这个时候 它所带来的就是除了你很舒适 然后就是会可以指养之外 它不会让我们这个再感受到不适 所以这一个产品对我来讲 对母婴就是母亲还有婴儿 是应该是非常备受欢迎 我参与台湾经贸网 非常荣幸可以接受到产品 由TUV 德国TUV来跟我们检验 尤其是德国TUV的话 在全世界的公信力 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所以因此在我产品推广上 非常的加分 而且不但如此他们用了 就是检测以后觉得 产品真的不错还来买 他们PUV的人进来买 其实我要讲的是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台湾经贸网